电动机有联动的功能 这个所谓的联动呢 就是说它们是同时动作的 但是它并不是说有插补的这样功能 因为我现在用这个皮尔斯耶 它也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有丝杆的电机呢 它是用来控制一个升降运动的 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拆开了 等一下再经过测试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升降机构给它装起来 再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升降机构呢 主要是由两个导向的装置 还有一个黄铜做的螺母这样构成的 等一下我们把它装上以后呢 就可以看得到它的具体工作过程了 这个电动机呢 它是用来控制前进后退运动的 我们具体的要求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电动机前进一段距离 再后退两倍的距离 就这样如此的重复 到设定的次数以后呢 再进一次 最后回到原点 每一次在前进的时候呢 这个 在四板电机它就下降 后退的时候它就上升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 主要也是为了用于一个 自动焊接的机构上面的 在TLC程序里面呢 要做好对这个运动距离的一个运算 才能够准确的回到原点 因为我们在设定它运动次数的时候呢 它是不定的 有可能三次五次 十次也有可能 为了使这个程序更加的简洁高效 这个地方它就要采用到一个循环控制 对程序的流程进行循环控制 用这种方式来编程就比较容易 而且也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电脑界面的话 应该可以看得到 它实际上也就这几个步骤 一个是前进和后退 比如说有十次的话 它并不是说就有十个步骤 要前进和后退 它只是在不停的循环 重复相同的一些过程 这样就比较简单了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进行测试一下 现在我们把这个运动的次数 给它设定为两次 在这个地方把它设定为2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运动效果 启动这个按键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启动以后 一进一退 二进二退 再进回原点 那么基本上就达到我们刚才那个要求了 再看一下 一进一退 二进二退 再进回原点 那么我们把它设定为四次 再来看一下 确定 它已经定为四次了 然后我们再启动它 一进一退 二进二退 三进三退 四进四退 再进回原点 这样一来 它基本上能够执行我们的控制要求 在这样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以后 等一会儿我们就把这个升降机构 找一个 选择找一块板 把它连起来 连起来以后 再来进行测试 安装好以后的这个升降机构呢 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两边呢 都有两根这个导向杆 下面是直线轴承 然后这下面是一个安装的底座 再把电机装在这块底板上面 上面是螺母固定在这个底板上面 这样一来就可以连强进行一下测试 现在我们就来启动程序 看一下它的运动效果 好 点这个自动启动 这个按键 那么和我们预想的这个效果呢 这个大致差不多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主要是这个电机 一进一退 二进二退 三进三退 四进四退 再进回原点 总的来说呢 用P2C来控制步进电机 它能够实现的这个功能是有限的 即使我们采用什么特殊的先进的机型 或者说什么特殊模块来达到了目的 但是它的成本也很高 最好的办法还是采用这个运动控制器 所以在下一个视频里面 我们就着重来介绍一下运动控制器 看它是怎么样来实现这个直线插补 圆弦弧插补 还有螺旋线插补的等等等等 那对于这个电机 驱动这样大一个工作台 显得还是有点吃力 时间久了以后发热会比较严重 这里如果要达到一个插补的效果呢 实际上需要慢慢的调节 它们之间的一个运动参数 主要包括运动距离和运动的速度 可以接近一个插补的功能 但实际上呢还是有差距的